我們今天邀請到SEIC單車工廠的經理Darren 就是彈道遠先生 就是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他的心路歷史和故事 Darren 你好 你好 對 那首先是一個問題想要請教Darren 怎麼會想要就是創立這個SEIC單車工廠 那你一開始的起情動電是什麼 好 其實SEIC這四個字 基本上就是從公司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截取下來 對 其實一直以來在開這家公司的時候 從十幾年前開始創立這家公司 我們走的是B2B的市場 那其實一直都希望說可以做這些品牌 對 那我想就是單獨從創業累積的這十幾年的經驗跟資源 那在大概三年多前 那就用這樣的一個名字 然後進入到國內的市場 對 那所以就希望說可以透過我們在多年幫國外做產品 以及不管從開發產品到各方面的資源的建立 那希望可以把這個資源也一樣放在台灣 所以也就希望說可以做更多的好產品 可以在台灣 所以我們建立了這個品牌 對 對 因為你們之前都是做外銷 所以現在開始要以這個國內的市場 來去做一個品牌 然後去推廣就是單獨的這件事情 對 對 其實其實剛才前面有提到一個就是 為什麼會想要做一個品牌在台灣 其實有很多重點就是 每一次老外在來台灣的時候都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資金車製造王國 但是為什麼路上很少看到資金車 對 那甚至有很多的台灣的一些資金車愛好者 就是到了我們公司之後看到說 為什麼這個產品在台灣都沒看過 那我會告訴他們因為這是出口 然後做國外 所以很多的客戶就會說 為什麼好產品都不留在台灣 所以就點點滴滴 不管是老外給我們一些想法 或是國內的一些愛好者給我們的建議 我們都覺得說這個產品其實是可以在台灣發展 那因為我們公司不是一個很大型的公司 對 所以我們並不一定需要非常大量的消費者 我們希望說可以透過比較精緻 然後比較設計 跟比較想要更好的生活品味的一個消費族 來使用的產品 所以我們就把一些中年來設計的一些 一些意見跟看法 然後就把它建立在這個品牌 基本上這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國內的市場 那當然我想我們在建立品牌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希望先把客戶服務好 那當然有很多的很宏觀的想法 譬如說我們的車子會希望賣到全球各地 但是我與其有全球各地很大的業績之前 我希望更把我們是誰做些什麼事情 跟我們怎麼服務我們的消費者 大家建立得更完整才會走下一步 所以台灣絕對是我們最容易服務的一個地區 所以我們希望從台灣這邊開始把它做好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SEIC單車工廠 比較特色的地方 以及就是你們主要的產品跟服務 其實我們公司特色的地方來自於 我分類簡單講就兩個兩件事情吧 第一個就是產品 好那產品剛前面提到就是我們會先從就是比較生活化的產品開始 因為大家對自行車的想法一般來講就是以運動為主 那其實我們公司產品基本上我們做的事情就剛前面有提到 第一個我們希望你騎起來是不累的很省力 第二個車子的造型不管在外觀上面各方面 我是希望你可以很願意騎它的 甚至於速度算比機車慢了一點 但是我就是想騎這台車 因為它外觀好看 第三個就是我希望它是達到便利性的 所以也就是我們結合這幾個產品的一個設計 我們希望說在台灣我們可以推出這樣的一個產品 然後來服務給消費者 你們的特色是比較偏向是走精緻化 然後比較客製的這個路線 這產品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就是有關銷售的商業模式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是透過網路去做銷售 所以有一個好的產品 再來我們透過網路去做曝光做行銷 那其實比較有別於一般的就是早期的一些做法 就是透過實體的渠道通路去做 那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會希望說可以透過 因為現在是一個網路時代嘛 那也會希望透過網路的一些特性的一些優勢 然後去曝光我們家產品 同時呢那因為網路的一個發展就是去中間化了 所以就是說從我們產品有擁有產品開始到 到消費者手上 其實中間我們並沒有太多的分層的一些一些經銷商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給客戶CP值 CP值並不是便宜 而是說擁有這個價錢 但是他卻擁有非常多的功能 而且非常好的一些產品 對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部分去 去讓消費者更滿意我們的產品 對那Daren在這個就是單車產業其實十幾年的時間 那再加上現在要去走到台灣的市場 然後去做一個品牌的部分 那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你覺得就是遇到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麽 那你是怎麽樣去一直一路堅持到現在 我覺得客戶我覺得應該算怎麽講 我覺得困難的點就是基本上也是分成兩個 第一個就是在做B2B的這個階段 我覺得開發客戶對我們公司來講不是難事 那反倒是今天我們怎麽去把產品做好 跟怎麽樣子去服務好客戶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其實我們在十幾年前 我剛進來創業的時候 基本上對於自行車業界是完全不懂的 所以在資源整合上面去花了很多時間 那也確實遇到很多困難 因爲其實剛進來到這個產業 人家並不了解你 所以願意跟你做生意的人不多 所以但是因爲我們早期就已經有業務的底子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於開發客戶 我們有一定的信心 但是反倒是在結合國內的資源上面很不容易 因爲國內的資源其實都要花時間去建立的 因爲一個廠商就是像一個朋友一樣 你沒有一定的信任感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要做生意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反倒在2B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在整合資源這一塊 但是我想這十幾年下來 大家也知道我們是誰了 也知道我們的信用跟做生意的方式 所以我想慢慢的這件事情慢慢的解決掉了 那相同第二個B2C這一塊也遇到的困難是 人家不認識你是誰 對這是很大的重點 因爲看到的一盒是一個產品 那我想可以做出產品的公司不少 對但是到底今天在他選擇的時候 除了你產品比人家好看之外 爲什麽我要選擇你 對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在深耕在台灣 應該這樣講就是要讓消費者更相信你 而且要信任你 有一天我買你的產品之後 後面我不會變孤兒 我後面可以有很完善的服務 所以我想這塊是我們遇到比較大的挑戰 但我想這就是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卻花了很多時間 這樣講如果我們時間劃分成10等份的話 開發產品我們大概花費了3等份 那開發客戶我們大概花了也是3等份 另外4等份我認為在做銷售之後 所產生的部分 所以分成334這個部分去做區塊 創業一開始最難的就是讓別人認識你 並且就是去接受你的商品這樣子 對那這樣子 剛剛有提到說就是您希望帶給客戶的是 比較高端精品 然後CP值比較高的 那有沒有什麽樣的品牌印象是 你希望帶給顧客的 那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麽樣的 想要傳遞的理念 對 我實際常人家問說你們 微笑元素是什麽樣的一個公司 其實我說我們公司不是巨大 但是我們有巨大的夢想 對那我想巨大就是我們的老大哥 基安特我想他的成就跟他的產品 無庸置疑 對社會的貢獻都是我們景仰的一個目標 那其實我們有巨大的夢想 其實這樣講就是我們希望有更多人來騎腳踏車 對而不是只有運動的這一群人 那我覺得很多運動的人喜歡騎自行車 當作是一種健身 但我覺得有更多人不敢碰腳踏車 不願意因為他很累 因為他的車子不方便 甚至於腳踏車可能容易曬太陽等等的 那我想我們透過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這些努力 不管在產品的現在電腐車出來了 清電車出來了 更加的省力之外 另外我們從外型上面 讓你覺得它是一種生活上的搭配 一種品味的提升 那或者是說讓你在整個代步的過程 可以更輕便可以更方便 那我想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產品的設計 讓他可以更願意去使用自行車 這也是我們對於產品的設計 跟我們對於算是我們品牌 我們希望給人家建立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讓大家覺得就是騎腳踏車這件事情 能夠比較輕易的做到 然後也是會喜歡它 那未來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是預計要在三到五年內去執行 或者是說最終也會希望這個品牌 它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OK 其實我想一個品牌的不是只有 應該這樣講 要結合很多方面的資源 產品是其中一件事情 因為你一定要有好產品 這是一個基本配備 那但是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品牌不是一個產品上面掛上一個logo 它就是一個品牌 我相信不是 而是說這個品牌 我們經營的應該說我們經營的態度 我們怎麼去把這個品牌做起來 那做起來並不是有多大的銷量 而是我們必須要 怎麼去承諾我們的產品的功能 以及品質以及我們的售後服務 我想這是承諾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對於接下來的這幾年 我們會做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 當然我們想前面這幾年 我們累積了我們製造產品的實力跟資源 那做出一個好產品 我相信我們公司有這個能力 那接下來怎麼做好這個品牌 怎麼跟消費者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溝通 我想這是接下來我們三五年要做的事情 對包括有更多的實體的體驗點 讓消費者可以更體驗 第二個讓它對於自行車開始產生一些觀感上的改變 它不再是只是運動 它可能是生活上的搭配 它可能是一個平常代步很好的夥伴 甚至於透過客製化 透過客製化它可以是一個很凸顯自己風格的一個裝飾 不要說裝飾應該說一個配件 對所以我想這接下來這三五年 我們會做出更多特別的產品 因為我們提過了 因為我們雖然不是最大 但是我們希望成為消費者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一個品牌 對如果是有自己比較喜好的風格 或是想要去展現自己個人特色的時候 其實選擇你們是一個我覺得很棒的一個品牌 對那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Daren 就是應該說想請你分享 就是在這個產業這麼久的時間 那到現在做了自己的品牌 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分享給就是想要創業 並且它可能是也想要走相同跟你相同產業的這些朋友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本身在進來自行車產業之前 我並沒有從事過任何的自行車相關 對其實我覺得這是優勢 這是劣勢也是優勢 優勢就是沒有報復 對所以我常常在形容一個事情 就是我在框框外想框框內的事情 也就是跳脫傳統去思考 所以常常有時候也會提到就是可能就是在創造一個 是怎麼講 在傳統產業做一個不傳統的事情 對那我想就是如果今天有人想要進來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當然有一個好的基礎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覺得要更去了解消費者在想什麼 因為我們車子是要賣給消費者而不是賣給自行車人 對因為其實自行車人我覺得我們會去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想要去精進很多的技術 精進很多的配備 那這是因為在技術開發上會有一些這種較勁的意味 對但是當產品太先進其實消費者有時候會存疑 幾個狀況第一個功能太先進我不會用還不習慣 第二個費用太高了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當今天如果要進入自行車產業 更包括現在我的各方面的看法 其實我認為就是你可以做出一個可能領先消費者 現在使用習慣一兩年的事情的產品 但不能多太多年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去了解消費者到底想要的什麼 而不是我們想做什麼產品 對那再來就是我覺得市場上真的不缺機會 缺的就是準備好的自己 對了解那今天很感謝Daren來到我們現場 那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就是關於自行車產業的一個內容 對那還有就是創業的這個部分 就是給了我們很好的實際的一些具體的這個分享 對那謝謝Daren 好也謝謝路角傳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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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